我现在在广西南宁身后就是南湖大桥 我准备从桥上徒步走过 一路走到南宁最为著名的青秀山风景区 大家好好转转 首先先看一下南湖 这属于南湖的中湖 这上面是上湖 后面是下湖 分别看一下 现在我已经上到了南湖大桥 看这个桥面非常的宽 还有花坛 这个方向是下湖 看周围高楼林立 青秀山在这个方向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中湖地段 在上湖就可以看到青秀山 我现在沿着旁边的这个栈道 一路徒步过去 我现在已经从南湖大桥的东边 一路走到了西边这里 看下面 线高是3.5米 这边有布栈道 也可以骑行 我准备在下面徒步到青秀山 看这边是湖两岸的风光 非常的 秀丽 徒步了整整一个小时 终于来到了青秀山的大门口了 旁边售票处 我准备买票进去了 这边就是检票口 检票进来了 哇 这边写着广西生态经不换 现在我准处 现在我准备沿着这条路啊 游西向东走 旁边就是示意图 看一下 这边是放大了的 前面就是壮景广场 这边是长廊 看一下这个全景图啊 我现在位置是在这儿 经过了广场长廊 这边有纪念碑 还有各种各样的湖泊 最后这里啊 还有云天阁 布站道 龙象塔看 礁台 各式各样的凤凰阁 准备好好转转 首先到达了壮景广场 广场的面积非常大 周围都是茂密的丛林 这是广场的中心 我准备从这穿过 沿着壮景广场一路走过来 对面就是铜鼓音乐台 好多游客在这边拍照 哇 这边是什么花啊 写的是鸡水凤梨 我还是第一次见 非常的鲜艳啊 不得不说 广西的生态确实好 这里就是友谊长廊 从里面进来 这个长廊非常的凉快 我身后有个二层阁楼 登上去观望一下 台阶是木的 我现在上来了 登上了二寸阁楼 这边非常的凉快 看一下 不是最高点 我现在继续走 争取找到最高点 从友谊长廊穿过 这就是东盟青年友谊园 看这边 哇 面积特别的大 这边有大象 还有老鹰 那边是十二生肖 好多的游客在这边放风声啊 这边有野餐 露营 哇 这里的生态环境 太好了 大家看 对面还有一座塔 看看能不能登上去啊 然后这边有条路 沿着这边走 这边是师徒四人西天取经 骑马的是唐僧 这是八戒 非常的可爱 哇塞 这边好多的野帐篷啊 太酷了 这边就是十二生肖 鼠牛虎兔龙手马羊猴鸡狗猪 仿佛是儿童乐园 中间是日鬼 壮族三月三 准备从这里一路登顶 终于到达山顶了 瞻仰烈士纪念碑 继续往东走 来到了状元泉 上面有状元阁 在状元泉的这个对面呀 发现了一个池塘 看荷花开了 特别的漂亮 我现在到达了 青秀山的天池风景区 从这边看一下 哇这边好多的金鱼 发现这些金鱼 仿佛要游出水面 成群结队的 太震撼了 大家看 哇 然后这边有桥 旁边有公路 看对面 有一座塔 打算登上对面的这座塔 我现在终于到达了 这座龙象塔的塔底 这座塔是九级的 应该是九级八个面 我现在准备进去 这边是入口 有固定的开放时间 进来了 这边是旋转楼梯 直达塔顶 我就沿着楼梯上去 这个旋转楼梯啊 这边的台阶是比这边宽的 现在我已经到达第三层了 继续爬 现在已经来到第五层了 高度很高 继续往上爬 就是第七层了 还有两层 这上面是第八层了 还有最后一层 最后一层只能通过一个人 终于登上了第九层了 哎呀 快看看外面 这边就是塔的正北方向 看一下清秀山风景区 然后山的最高点 对面高楼很像是万象城 这还有一块空地啊 好多人在这边野餐露营 这是一个博物馆 旁边的有一个天池 我从天池这边一路绕过来的 看 哇 山清水秀 再看一下这边 绕过来 这边是塔的正西方向 先看一下 下面好像是一座庙啊 远处那是博物馆 这边就是 雍江 看一下南宁城区的建设 对面的大桥 应该是梁庆大桥吧 旁边还有一座青山大桥 那还有一座大桥 是什么大桥啊 大家有没有知道的 然后换另一个方向 这边 正好这个窗口可以看 这边是塔的正东方向 下面就是天池 我从天池那边走过来 这边有很多的金鱼 大家看 紧挨着的 这边也是雍江 这是南宁大桥 哇 非常的爽快 镜头拉近看一下 水特别的清澈呀 汽车行驶在大桥上 非常的小 就像火柴河一样 再看一下 最后一个窗口 这边是塔的正南方向 下面就是 紧挨着就是雍江 看南宁的建设 高楼大厦 然后那边还有一座山 这边紧挨着就是南宁大桥 哇 太壮观了 到这里整座清秀山风景区 就大家转完了 这个视频拍到这 结束了